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那個主席習近平去了錦州的啟示 他絕對不會允許紅色的江山變色 另外,美國說好的穿越台海好像不見了 列根號航母掉頭回到日本 中國大陸近期在台海的常態化軍演停不了 但是在8月18日一日 據台灣防務部門網站的通報說 解放軍已經派出51架次的戰機 六首次的軍艦遲遲在台海周邊活動 當中的25架次的戰機 穿越了所謂台灣的海峽中線 和它的延線進入西南空域 50多架次的飛機在過往是很大規模的軍演 現在就變成像常態化那樣 不當是一回事 面對大陸強硬的軍演 以回應美國議員先後傳訪台灣 台灣的確很低調 而美國也不見得有什麼回應 早前美國議員馬基輸團快閃訪台 江湖軍隨即宣布再度軍演 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就說 華爾夫針對北京軍演的回應 是克制和負責任的 他們無意升級 而且沒有發生危機的理由 但他也說 我們不會被嚇住的 我們會繼續根據國際法 在各區內飛行、航行和行動 其實美國官員在8月4日 中共開始封台軍演的時候 已經多次表示 在幾個星期內 會派航母穿越台灣海峽 但大家等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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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經新聞》的報導說,《烈根號》回到日本 代表美軍和解控軍的海上對峙即將告一段落 除了《烈根號》之外,美國海軍在台灣附近海域 還部署了的黎波里號兩棲突擊艦和美利堅號 也未見他們有什麼行動 美軍部署日本的第五艦載機聯隊 公共事務官海利在8月18日較早的時候對《日經》新聞說 第五艦載機聯隊的飛機已經回到海軍陸戰隊 南國航空基地和海軍口目航空設施 《烈根號》航母也在返程當中 從內地南海勢態感知最終《烈根號》的訊息顯示 在8月2日至3日,佩洛西訪台時 《烈根號》航母在台灣東部外海 到8月4日大陸開始軍演,《烈根號》就開始返回日本武港 但在8月6日,那個航母又掉頭 向南轉向菲律賓海一度引發外界猜測 《烈根號》是否南下想穿越台灣海峽 但結果也沒有行動 到8月13日至15日,美國議員再度訪台時 《烈根號》又再靠近台灣東部的外海 但是議員離開,大陸軍演 《烈根號》又掉頭走了,返回日本武港 估計《烈根號》比較靠近台灣外海時 只是為了議員訪台壓陣 大陸開始軍演,他就馬上離開 雖然美國官員不斷哭說 美國航母要穿越台灣海峽 但從《烈根號》的航向來看,又見不到有這個部署 美國官員似乎只是在這裡打嘴仗而已 中國評論員張斯南最對環球時報說 《烈根號》航母過去10天的航向表明 美國在台灣安全問題上並沒有表態 未來也不會表態 針對嚴峻越兩岸關係 台灣前海機會副董事長邱俊益就分析 台灣民眾的無感,非常可能誘發兩岸的危機 邱俊益說,台灣還有人認為美國會前來救援 或者他們不用上前線打仗 但當今次軍演,大陸可以發射飛彈,穿越台灣上空 但民進黨當局就沒有發出警暴 本身就是一種麻痺 邱俊益擔憂,如果台灣民眾被麻痺 是否會令民進黨更有底氣抗中 到最後兩岸只剩下兵戎相見的一條路呢? 邱俊益認為他很擔心明年秋天會有一個狀況 美國明年11月開始大選活動 如果特朗普回來,他之前狂打台灣牌 中國大陸會有警覺 至於台灣地區,如果趨勢是民進黨賴清德 競爭所謂總統大位 賴清德曾自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大陸也知道,2024年 賴清德當選的可能性和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都相當高 那麼大陸要解決台灣問題,會在之前解決還是在之後解決呢? 邱俊益認為,台灣應該告訴大陸 不會走台獨這條路,會跟大陸一樣要走向統一 這就是各統綱領的戰略 大陸統一時間還未到,時機未到,條件不成熟 大家可以坐下來談談,分階段分次序來進行 這樣台灣似乎有空間 簡單總結,邱俊益是擔心大陸會覺得 現在,2024年後台灣局勢會失控 就會在此之前,武力統一台灣 另外想說說,那個主席習近平的動向 他去完北戴河暑期休息之後 在8月16日,就到了遼寧西南部的錦州考察 外媒張焦點放在習近平主席喊話東北振興 恐怕就是放錯重點了 當日下午,習主席去了錦州寧河區的遼審戰役紀念館 回顧東北解放戰爭的歷史和遼審戰役的勝利進程 遼審、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 是解放軍打敗國民黨的三場決戰 而作為揭幕之戰的遼審戰役 發生在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 當中最關鍵之戰是序幕之戰錦州會戰 這一仗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決定了一年多之後解放全中國的重大歷史轉折 習主席在考察遼審戰役紀念館的時候說 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和國民黨的大決戰 既是兵力、火力之戰,更是民心向背之爭 遼審戰役勝利是東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來的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決定事業輕衰成敗 只要我們的黨始終保持著和人民群眾血肉聯繫 始終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就可以擁有戰勝一切,艱難險了它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又說,我們的紅色江山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 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決不允許江山變色,人民也絕對不會答應 習主席到訪錦州,背後有微言大意 要了解背後的含意,首先要知道錦州大戰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1948年初,解放戰爭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 解放軍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在東北 革運了大批農民參與 國民黨當時在東北地區有50萬大軍 但被解放軍分割於瀋陽、長春和錦州為中心的 三個孤立據點,其中國民黨 東北沼總總司令衛立皇率領三十萬大軍,固守瀋陽一帶 東北沼總副司令鄭動國,領領十萬軍隊,守衛長春 東北沼總副司令,泛漢結束率領十五萬守軍 防守錦州和山海關一帶 各共兩軍的東北決戰如戰再延 蔣軍面對國民黨的三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 究竟應該先打在哪裡?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先打最北邊的長春是最正路的選擇 因為長春已經被解放軍包圍,守軍人數也比較少 而解放軍在東北野戰軍的主力集中在北方 進攻長春,無後顧之憂 所以這也是最易打的方案 進攻瀋陽是另一個抉擇 但是瀋陽集中了國民黨三十萬重兵 竟然是一塊難襟的硬骨頭 至於最南端的錦州,是最不利解放軍進攻的地區 由於解放軍重兵在北部 東北野戰部隊必須長途拔洩南下,遠距離奔襲 而補級路線又暴露在瀋陽附近的國民黨軍隊攻力之下 加上部署在北平的國民黨輔助二大軍 可以北上馳援錦州 進攻錦州,很容易跌在一個南北夾擊的危局當中 所以解放軍東北野戰軍部隊司令林彪 傾向先打長春 但是毛澤東並不是這樣想 他竟向先打最難打的錦州 原因是如果打長春 就好像打到腰部 容易成功,但是食之無味 而打瀋陽就是攻堅戰 如果國民黨敗退 就會率領大軍藍設 撤回去關內,就會影響華中地區的戰局 進攻錦州雖然最難 但是如果成功,就可以關閉東北的大門 最大限度地將國民黨軍隊困在東北,為而遷之 因此毛澤東拍板要速轉速決 在國民黨軍隊南下和北上救援之前 快速拿下錦州 林彪對這個決議都很遲疑 所以他在開向錦州的火車上開一下停一下 最後毛澤東多次吹逼 他才立定決心進攻錦州 錦州之戰極其慘烈 最後解放軍成功攻陷錦州奠定了之後的勝局 今年是中共召了二十大之年 但是今年以來,中國歷經艱險 從上海疫情到經濟受困 再到佩學西訪台 在二十大之年出現一波又一波的衝擊 習主席在台風波之後一路面 就去錦州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當年錦州戰役如此之難 但是中共捨義取難 無論說中國大國崛興或統一台灣 沒有一件是容易做的事 但是當年中共做到這麼難的事 如今的中共也可以做得到 第二,紅色江山不能丟失 從錦州之戰到三大戰役 這個紅色江山是千千萬萬革命先烈 用性命換回來的 不可以丟掉 今年二十大召開之年 敵對勢力不只挑戰政權 更想山河變色 所以要用盡全力瓦解顛覆勢力 第三,關鍵在於人民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只要中共勞記 執政為民的使命 人民就是最大的依靠 江山就會勞固 統一必定在望 另外,我會在石榴台的時事發一評 說到印度外長蘇傑生 最近他說起 中澳和印度要走在一起 亞洲世紀才會到來 他這個說法看起來十分正面 中印的關係 是不是有改善的契機呢? 歡迎大家去石榴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榴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來下載石榴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看 我李彤和盧永雄 在石榴台那裡不僅和大家一起 策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什麼我們叫石榴台 其實石榴就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是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榴台成為你們頭腦 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 視野更廣闊 石榴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榴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榴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榴台的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榴台 多謝大家支持 早安 似乎那麼多 四場的語言 大家能夠疲惡